驾驶打了个哈欠 下雨天开在山路上 车子也不多 应该能顺顺开回家 出了这个弯道之后 却整个糟惊 引擎盖冒出阵阵白烟 驾驶困在车上 热心民众赶紧来帮忙 没有没有没有 没事 轿车转的90度 卡在两车中间 只是好端端怎么会 跑去撞路边的车 原来驾驶开到一半断片 睡着了 驾驶开出弯道之后 没有注意自己已经陷入昏睡 意识不明的状态 但脚还踩着油门 车子却一路偏离车道 一口气连撞路边三辆轿车 这个月23号 30多岁的黄姓驾驶 累了一天下班回家开山路 没想到开着开着 两眼心松还硬撑 只有眼皮抵抗不了地心引力 整个视野看不清了 也没发觉 直到碰碰碰三连状 才突然惊醒 坐的时候会很舒服 那你会比较容易睡着 精神状况差的时候 就容易进入睡眠状态 非常的危险 米色国产车 板金整个被撞凹 车壳掉在地上 力量百万名叫后轮 整个撞偏轮框也歪了 第三辆车屁股也凹了一块 需要驾驶本身没有大碍 只有受到一点轻伤 但看看维修费 至少要十几万起跳 在车上打盹的代价 恐怕远超过他的想象 这里是杨中士的主观展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